這一波寒流的威力 真的特別的強 像是在苗栗還有桃園大溪 在今天早上最低溫都被測得到 有四點多度 甚至在臺北站也只有八點五度 是比上一波寒流的九度多 還要來得更低一些 那麼為什麼會這樣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天氣 實在是太好了 而在今天早上冷之外 到月晚天氣還會再溫度 更冷一些 最主要就是受到寒流 加輻射冷卻效應的影響 我們就來看到以空礦地區 來說的話 北部東北部溫度低溫四到六度 而在中部則是五到七度 而南部花東則是降到十度以下 但如果是都市地區 他也沒有好到哪一區 他溫度照樣是低 像是在北東 他們則是七到九度 中部也是七到九度 而南部花東地區則是十到十二度 而這樣子的乾冷天氣型態 會一直維持到下週一 下週一溫度開始會有稍稍的回暖 但是要提醒您 後續還是會有冷空氣 不斷地地補進來 像是氣象分析師吳勝宇就表示了 在下一週水氣還會比這一週還要來的更多 尤其是下半週 在北部東半部地區 他們迎風面雨勢會來的比較多一些 也比較大 會轉趨於不穩 而這樣的天氣形態 會一直延續到跨年 還有元旦 那也透過這張圖表 來帶大家告訴您 就是更清楚 像是在臺灣 今明兩天其實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只有部分地區有小雨點 但是到了下週一開始 會發現這雨區範圍開始擴大了 像是在東北地區 還有在東半部地區 雨點都開始變得比較多 然後比較大 雨勢也變得比較大 所以要因此而提醒您 就是在下週開始 不只要注意 它雖然回暖 但是溫度還是稍微偏低 而雨勢的部分也會比較大 所以出門也要記得攜帶雨區